大家好 我是老幹 最近新卡包出來了嘛 然後關於主教的部分 大家都說這張白翼守護神很強啦 但是用起來實用性還好 然後我覺得他其實應該是搭配大主教 就是那張606的大主教 然後因為你出來會加1的生命啊 那你大主教拉出來的生命會變7嗎 那7再進化變9啊 攻擊都跟美女也是一樣高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用來拉大主教 然後去搭配一些生命很高的卡片 那今天我要介紹的不是這一套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我自己組的一套卡片 這套 按錯了 這套是我自己組的卡片 這套叫做控傷主教 最近玩起來 就是在一般場的勝率大概都有六成左右 不算高 但是還蠻好玩的 可能是我組牌的方式也不太多 不管怎樣 就先來看看 大概是這樣啦 主教核心還是這張啦 用來拉天咬 天咬我只放兩張就夠了 因為他必定拉得到天咬 所以就只要放兩張 然後 這套就是前期一直先殺對手的卡 所以我放了很多消卡的卡片 那到後期就直接實費一下天咬 然後去搭配這張 減傷的 卡片 這張是上個版本出的新卡片 就是受到四以上的攻擊的話 全部轉為三 很好用 六費的 下一張六費的 守護神之後 再下一張二費的這張 你貼藥在場上 然後你收到傷害就只有三 如果對手丟一張 創世龍或發射下來 怎麼砍都只有三你的傷害 相當好用的一張卡片 然後這張也是減傷用 放三張 那這張只有放兩張 是因為 我覺得放兩張其實差不多了 然後 呃 我是覺得是兩張差不多了 啊 三張其實也是可以 那這樣子的陣型就是 戒指三張 然後 天國 階梯一張 然後 獨角之兩張 然後這張 聖騎士兩張 七黑八點三張 然後 那個 獸雞兩張 然後 教會守護者三張 這張新卡片 我不會念這樣很難念 三張 然後 新之奔流兩張 用來克制速攻 老頭三張 審判所兩張 索尼亞兩張 然後 茶會兩張 滿月先生一張 守護神三張 審判所三張 跟 貼要兩張 然後 補充一下 放索尼亞的原因就是 如果我六費 蹭不住的時候 我直接 用守護者去拉索尼亞出來 然後 做一個守 放鬆 就是這樣的功能 然後 放滿月先生呢 滿月先生的效果 就是用來克制美女野獸 如果 不需要 又要滿月先生之類的 我有準備三張戒指 就會把它收回去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陣型 大概就是一個這樣的主牌方式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打一班場來試試看 話說 最近 好像死靈跟控皇也太強了 如果遇到這兩個職業的話 我可能沒有辦法贏 這套打龍族還是蠻不錯的 第一場遇到皇家 後勾 後勾 我們就這樣子 哇 拿了兩張戒指 這其實有點不是很好 好 沒關係 戒指都卸給我這 我說他有新之分流 嗯 有點卡手牌 應該還好 還是可以撐著 這邊應該是控皇了 哇 他把張扔出來了 這邊應該先做出力了 這邊就像老頭處理了 哇 接抽到三張戒指 呵呵 太誇張了 三張戒指 你是要幹嘛啦 接著卡恩是在 三張戒指 其實最近的控皇都會在幾尺 我也不太清楚位置 那 這邊 做守護大概是比較好 可是會刺激到對手 當然我也怕他丟幾尺下來 所以 還是先下 索尼亞 來 缺卡的時候 不是再 再抽 就行了 喔 這邊剛好 這邊剛好 可以下新之分流 好 任何 請 先抽卡看看 又可以超野獸公主 沒有 好吧 這邊就直接下星之笨流 漂亮 星之笨流通常我放張就是為了解那種衣衣的蟲子 像吸血鬼那種 或黃蝦就非常好奇 對面要從怎樣來給我拚 這邊 這張先抽進來了 那現在要先做個守護 所以我這邊應該下4-3 這張留著 審判所留著等羅蘭 下來 先進化解一張 他八成再留下羅蘭 所以 我是要來防羅蘭的 誰看誰要來防羅蘭 嗯?羅蘭嗎? 不是吧 是杜蘭的 喔喔喔 是不是要硬擊這個 喔喔喔 他在幹嘛 他為什麼要 這樣子 這樣子 打 我現在看不到他在幹嘛 他爽就好了 沒有 他 他爽就好了 先解卡 下一回合有審判所 我也不用怕 喔 八成手上有主力 哇 好誇張喔 這邊 快再搬 好 把你打一波 把你打一波 快去 潛炮 剛剛 快去 哇,竟然沒有殺中間那隻 他已經快沒有重景了 哇,這邊應該會進化 沒關係,沒關係 這邊果然下進化了 死判,死判 沒有,好吧 上樓,可以了 終於 哇,現在氣泡點糟糕 我是有控傷沒錯,可是 這邊看起來壓力又蠻大的 這樣應該也還好 三點,兩點 還可以,還撐不下去 圓珠會議 哇 哇賽 好厲害 你還是這樣做搭配的嗎 死判 沒有,成主成主 ,夠了 有兩張神判想 接下來他一定要先解掉我那張卡片 所以他一定要先撞過來 沒事沒事 還可以 現在是有害怕他手要死一爆 沒有沒有 還可以還可以 可惡耶 現在要看他打是要怎麼做結場 應該是要把我兩張從此都撞掉 因為英尼卡會血的 然後隔壁那張又有人控傷 喔 沒錯 都不要了 好 接下來就要看 下一步你抽到什麼東西 哇 這樣可以嗎 3加2加3的5 希望不行 哇 這樣不行耶 我現在想要兩張全一喔 希望待會沒有守護我就會直接幹連 哇 超激爆 哇 碰王真的是不好對付 好 第二場 這次遇到一個日本人 光是你 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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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素工妖喔 感覺像總理妖喔 基本上沒有必要下的卡就不要下 尤其這張是蠻重要的 所以能不下就不要下 是不是很緊 是總理妖 Nice 我說要買個先生 這邊吃兩點是可以的 那麼股費我應該是爆卡 所以 可以可以 直接下樓都可以 好 對風小魚 喔 喔 第一次看到了 我很少看到妖精會在這個卡片 喔 看我判斷的還不錯 這邊 下 這邊先直接下天果解體抽卡片 有費可以的話我想下茶會 然後他如果丟 妹妹喝出來的話 就直接下 蠻魚費生 好 喔 沒有 嗯 明明也是我們 應該不是 應該不是 喔 速攻流 哇 在碰魔蠢 哇 被幹掉 這邊下心之分別呢 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這邊下心之分別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我殺一下 有隻 爬 我殺一下 OK 把隊友血量開到16點就是差不多了 因為貼要兩張是 加起來傷害16喔 所以 開到16點基本上就沒什麼問題 喔 沒問題 擋住住 教會守護者真的很強 像蛤蜊木師撞牠的時候也是 雷是雷的效果 哇 他這邊下閃 沒有神漢 他下閃就不能做斬殺了 這樣子他下一盒就不能做斬殺了 沒有關係 效果還是在 他還是不能做斬殺 喔 OK 這邊 掉下去 他手上妖精不夠 應該是沒有罵出神殺的 哇塞咯 他是不是推出到斬殺動作嗎 下來了 能嗎 哇 哇 這樣傷害 6點 喔沒有 他是劫場 嚇到我了 哇 他又再下一張 這個應該是幹臉 然後收回去 欸 沒有收回去嗎 那我這邊 沒有 沒有星之分流 好 守護神下去 去拉一隻星之分流出來 好 好 好 小心 我先剩下 一片 啊 下這個 有點壓力 這邊 不用撞臉 這壓力有點大 OK 他並不知道這張卡的效果 8號無策 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剛剛提到8號無策沒有意義 他到底是什麼牌位啊 他的身位該不會是買來的吧 太誇張囉 我可以再拉一張卡片出來 耶 索尼亞 我超喜歡看這個動畫的耶 那個四隻翅膀這樣張開 然後一個閃亮的東西直接飛進去 黑曜已經夠亮了 然後 飛進來的東西更亮 哇 真的是 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這樣 今天打了兩場 一勝一負 還可以啦 就是 比如說我玩這套的勝率大概有六成 但他 並不是一個 怎麼講 在現場的很強的隊伍 但是 我現在目標大 就是 盡量去改善這隻隊伍 希望能 讓他 讓他的一般場勝率有八成 就是打什麼隊都能贏的那種狀況 當然因為 你前期還一直做消卡 遇到那種幾走流的 就真的是 不太容易去對付 然後又或者遇到那種 就是 一張一張很難處理 不過遇上龍族 那種 破壞 就是巴阿姆特的那種龍族 就是 很好對付了 那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覺得我的主牌方式 還不錯的 或者我玩 玩法都是 覺得不錯的話 快點訂閱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各位的觀看 大家再見 掰掰 影片